这边下来看客家帮人的这个报图银河片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新闻出现固定银河的银河家 这个是没有提到欢迎总福建 而在台湾T的建议本 接受使用银河教育的留学生 这个是在台湾T的旧银河教育 同时成立的台湾T 集银河团联罗费 那我们这个来自行足足动 并且提供各家高兴河团银河中监的李宗监 以前我来给大家台湾接约的职务 就希望我们台湾达出 韩国后的银河上市的反省 比较韩国度 以防古典银河的言求 当有西式的高兴河正康年轻 在国外发展这行业的自费家李宗监 99年半年来苏东邮转入台湾 接近国家高兴河团的社区 银河中监 我发达银河中监 带来很独立 行送古典高兴河子民 古典音乐 世界动南铁 动中监 尽心上的一种资产 台湾不是唐河 但是唐河很可惜 天天生发水准银河 近来竟同意接触古典河 当银河就国家银河团 天气安排银河园 不免中应该挑天 就当一度好党给银河 不尤其不能在发展 给一度银河围 辛苦付出人家 台湾是为台湾无尽一位银河学校 上海经义部学习 在日本疗穴的美意的方法 学习天日圆总副显 公布养一条年 主习天日圆 接触到国际屋坛 学习主持人的银河 正在台湾高教 天日圆带统的民谣风潮 总副显到董三文去水栈台湾逝命 那他自己因为是学小提琴 所以他成立了台湾第一个 民间的乐团叫做玲珑会 定期练习 然后来做演出 那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要把音乐这个风气 推展到社会里面 一百八百年出世的总副显 在台湾T1地去日本 接受使用音乐教育的留学生 在这种事 设音乐要让条路 我本人欢慕的事态 总副显成音乐做一生的镇压 从专专业音乐飞演出 可以转业的研究者 和各个有效的教育工作者 通过学校的教育管徒 大帝很达议 正与淹龙艺术师傑 所以他到日本去学习了以后 他后来回来 又在他的母校 也就是现在应该是 台北教育大学 以前就是师范学校 他一辈子的贡献 第一个他就是音乐教育 总副显古校音乐人材 近来见度 台湾音乐分析 未近来见次要开放 学习被关聚近来见度年 组音乐是苏年转经历 一度圈套音乐甲 从事出于阿爸阿美全力的子词 和葛仔皮 从而游游李小贾一条 未得下几个两次 向上音乐一条路的基础 从我们的冲水 其实本来没有学习 但是技术和动好 从头表演唱片本来有什么讨论 所以应该冲水应该是 就是要用我们的环境 是我觉得都觉得好 还是走四行再跳路 重复显李小贾 两个母校用实体的行业 三个用东风 高兴古典营娃 没动作梦的水果 希望古典营娃的震撼 做的感染和合同音 由于台湾没做的延期 古典和风修 无论未来时空 两个传闻 和他做的传胜党 充满意的百年 那就是我能见面 是比利台北报道